帕门蒂尔夺冠加拿大 魁北克当地时间8月16日 2018赛季魁北克国家银行 飞圆满落幕 女单决赛 8号种子帕门蒂尔 以7-56-2直落两盘 击败从资格赛突围的美国选手佩古拉 成功斩户赛季第二冠 这真的棒极了 帕门蒂尔在赛后这些球迷的时候说道 我今年赢了两个冠军 感觉太不可思议了 我非常非常开心 经过一小时26分钟的激战之后 世界排名第69位的法国人 将今年的第二个头衔收归名下 早些时候 他也在伊斯坦布尔站问鼎 这也是32岁的帕门蒂尔职业生涯 首次在丹赛季有多个冠军入仗 帕门蒂尔迄今一共赢下了四个WTA单打冠军 同时将决赛战绩 刷新位完美的四战全胜 更早之前 他在2007年塔什干战决赛击败阿扎伦卡 2008年则在巴达盖斯塔战决赛击败赫拉德茨卡 这是世界排名第227位的佩古拉职业生涯 首次机身WTA单打决赛 他一如既往采用了凶狠的进攻打法 意在掌控比赛节奏 然而身经百战的帕门蒂尔顶住了美国人全场5GS的冲击 在对方的二发上面拿下了超过一半的分数 他也在面对的四个破发点了就回了三个 并且全程破掉了佩古拉四个发球局 手盘战况无比激烈 双方都试图借助魁北克室内应地场的速度 通过正手来主导得分 最终24岁的佩古拉在力量的角逐中更胜一筹 他凭借高质量的揭发 以及一记精彩的反派小球率先破发得手 建立起3比1的领先 紧接着 这位资格赛球员 也在局点上封出了一些难爆发 将优势扩大到了4-1 然而帕门蒂尔利用对方非受破性失误 增加的机会取得了回破 同时也在不断地增加正手的回球深度 连锥三局以4-4扳平了比分 佩古拉在5-5时的发球局里陷入了麻烦 尽管他先后就回了两个破8点 其中第二个凭借LACE脱险 但最终法国老将还是通过正拍制胜分对线了第三个 以6-5时线反超 并且迎来了发球胜盘局 8号种子克服了0-30的不利开局 连赢4分拿下手盘 其中盘点上的正手制胜分刚好落在了底线附近 帕门蒂尔将这样的势头保持到了第二盘 他聪明地将大多数挥球 比开了佩古拉的正手位 美国多久便等到了美国人的反派失误 上来就完成了破发 佩古拉的下一个发球局又演变成了拉锯战 最终还是被帕门蒂尔破发得手 后者上来就以4-0遥遥领先 美国人在1-4落后11度拿到了两个破发点 有望缩短差距 但把号种子在关键时刻提升了发球状态 由此躲过一截 在1-5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里 佩古拉上来连丢三分 直接送给对手三个赛点 不过他凭借两个强势的正拍得分 以及1-6破解了危机 最终成功爆发 将压力甩回给了帕门蒂尔 后者没有再浪费发球胜赛局的机会 用一个冠军圆满的结束了这次的魁北克之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